欢迎回来 那么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我们的唐小姐对我进行了一个专访 来看一个短片 各位媒体师好 访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Nanel 那在我旁边这位是我们的老大Warren 之前暂停了两周 今天我们又回来在之前的预告里跟大家说 今天Warren要我们聊一聊 在美股富豪的俱乐部当中 Warren会引进 就是除了您相当熟悉的Warren Buffett股神之外 还有量子基金的创办人索罗斯 他在股市操作上的一个概念 你也会把这个很比较不一样 比较新的这个东西 交给美股富豪的会员们 是不是这样 索罗斯呢更多的是一个又做多又做空 因为巴菲特不会自己做空 做空 就是看这个公司 那索罗斯是一个对冲基金的领袖 所以他又看多又看空 看空的话可以把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都摧毁了 所以这个索罗斯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您说我喜欢这个索罗斯和索罗斯有点像的确 我喜欢他的风格 我也会买Putz 特别大家不是取了我一个名字叫空军司令吗 最近空军总司令日子不太好过 有点像准备做空降兵的味道就是这样子 准备准备跳伞 回路地回归了 这是股市大跌的关系 股市现在大涨了 所以空军司令难做这样子 所以汪文您觉得为什么要在美股富豪当中 也要带进索罗斯的概念 您觉得他的重要性对于在美股富豪里面 这样子可以帮助 如何去帮助会员 在学习更多或是获利更多 我觉得就是说世界的一个面是双面的 有好有坏 比如说咱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很快 但是相对来讲就是 也有一个经济的低潮 在这个经济低潮的时候 很多企业面临破产解散 那么我们可以 用巴菲特的原则来说 这些公司是被高估的 所以可以通过做空买pots 甚至做空人民币 因为我前一阶段介绍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 这个介绍的一个外汇平台 可以做买卖人民币 那么你可以买进美金 抛掉人民币 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 投资人不一定要非学这个巴菲特的原则 去投资一些价值股 而是可以学索尔斯的方法 做多做空 通过宏观经济的分析 来看这个整个的股市 这样的区别 我觉得巴菲特更多的是 就像昨天有位朋友在微信上跟我说的 他是学巴菲特的方法 他是发现一些公司 真正能赚钱的公司 Cashflow也很好 然后这个ROE 也就是Return on Equity 就是我投了多少钱 我产生了多少回报 比如说我投资了这个桌子 我能够产生多少回报 这种公司 Cashflow现金流非常强 投资回报率不是很高 比如4万块只赚了1700块钱 那么想做更多的一个 就是比较冒险基金的投资 高杠杠的 对 那么我想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种Cashflow那么好 而Return on Equity 就是也非常好 基本面看上去非常好的公司 恰恰不是回报率最高的公司 我想 因为股票市场 它是一个买钱单的 而不是说买你过去的 有的家具店 比如说它的生意非常稳定 比如说有的餐厅 它生意非常稳定 那么我觉得这种公司 上了股市以后 它比较少有想象力 就是投资人觉得 比较稳定了 对 这个公司我入股了 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的股价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这种公司呢 在股市大跌的时候呢 它相对 它不会有什么问太多的问题 那今天Warrant介绍 他为什么把会员 在我们美国富豪的课程当中呢 他除了巴菲特的概念 还有索罗斯的一些精神 透过不同的面向 来增加 帮助大家能够在股市当中 获利的机会最大化 那同时 今天我们要在这个 预 单元当中预告一下 Warrant在4月16号 在森黄西北加州 也会有一场讲座 那场讲座 除了有Warrant之外 也会有其他Warrant 带来的神秘嘉宾 也是 就是您采访过的 Richard Wang老师 相当厉害 我觉得他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看图非常厉害 他的秘诀是什么 还有这个Barry Potkin 是一个另类投资的基金经理 就是他们专门帮客户打理资金 然后他们说 为什么有一些黑天鹅事件 会发生的时候呢 这些基金他会出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这也是一些投资人 可能常规的资金来讲 他们不是特别做的 就是在大跌的行情当中 这些哥们做的就非常好 是只有一场 但今年春天唯一的一场 4月16号 是大家也可以通过 加我们微信号来收看 直接收看通过网上直播 你也不一定要在 或者San Francisco的area 不过可以通过 我们的网上的直播 同步来收看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是是是 好 先谢谢大家收看 美股富豪的单元 我们下礼拜再见 好 再见 好 那么来到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预测环节 首先请我们统计师 Will老师来跟大家讲一下 本周的战况 这周的话 大盘目前的是 我上周预测2043稍微靠近一些 那么在个股方面的话 目前是我们的J老师 以UWTI这个精准的判断 反转目前是领先的 但是 Warren老师的NUGT紧随起后 两个三倍杠杆的 只差2%3%的这样一个样子 所以说可能今天说凡事才能真正一件分享 我不知道我的运气是不好 那也还是怎么样 来 首先我们 不是你的特型吗 也不是他 Will老师现在在紧追你吗 他是空头比我还厉害 他是我的徒弟 所以他来打你 行没问题 然后我们来让从这个美女开始 下周看多还是看跌 什么个股你最喜欢 下周呢 我还是持一个看跌的态度 我认为大盘还是在 会进行横向的整理 然后也是 叫我今天的话呢 是下降20个点位 我的预测点位是2030 然后我看好的个股呢 是三倍看跌金融板块 也就是FAZ 因为下一周呢 是迎来新一季度的财报季 然后很多的金融公司 银行公司呢 都会发布新一季的财报 因此呢 银行业板块会有较大的动荡 所以呢 我比较看好FAZ 对非常棒 因为我听说 Wilts Fargo 我被好几家公司downgrade 那么Darkis 一个著名华尔街的 股评人家基金经理呢 他说这个Wilts Fargo 和美国银行的业绩呢 不会好 包括我们刚才也忘记说了 就是JP Morgan的主席啊 Jimmy Diamond 在他的年报当中呢 也告诉大家要警惕 如果当流通性缺乏的时候呢 可能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我呢 上周呢是210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本周呢 在周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逆转 那么我也是转多为空 为2022和美女就差两个点 看好的股票呢 依然是NUGT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这个股市当中 我只认为只有两种人真正能赚钱 一种就是能够把股票死死的捏住 看好这个基本面 就像NUGT这个股票非常的活跃 但是你要我做Day Trading的话 我觉得一是没时间 二是这些股票 它的波动非常大 那么我认为呢 下周NUGT将会继续跑赢 大盘 下面呢 有杰老师来跟大家预测一下 好 那么下周的话呢 还是看涨 但是呢 幅度呢 比较少一点 大概是2070这个点位 然后呢 我选择的个股呢 是LABU 还在看LABU 好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接过这个沃隆老师的大棒啊 继续跟J老师进行作对 就还是 三比 刚才沃隆老师也提到这个 Jimmy Diamond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很注重他在年报中 提到这个流动性紧缩的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市场 造成一个根本上的影响 所以说我仍然保持一个看空的状态 看空点位相对深一些 我想看到2015这个位置 然后个股的话 我选LABD 2加1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孙老师 场外的孙老师的预测 大家好 我是汤姆孙 在本周呢 美股是出现了小负责调整 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虽然说呢 本周公布的FOMC 是给了市场一定提振 但是呢 投资者依然是有获利了结的冲动 对于下周 我依然是相对比较谨慎 我将是继续以空头的形象出现 我对标普指数的目标在1999点 我最喜欢的个股 我最喜欢的个股是LL 这家美国最大的目的版生产商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听完了大家的分析师的预测呢 我们下面呢 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活动的预告 也就是在下周六呢 我们在San Jose 有一场讲座 大家也可以通过网上来直接收看我们的视频 这个日期呢 是下周六的周二 地点呢 是在San Jose的 Crown Plaza 希望大家呢 到时呢 来预定或者收看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美股富豪 那么美股富豪在最近的这个表现呢 还是持续的一个低增 我们包括我们放空这个 买这个Facebook的puts 在今天呢 有获了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那么希望下周呢 能够有更多的展获 最后呢 那我请我们的编辑呢 放一段视频 就是关于下周的业绩 刚才 就是Kinsley已经跟大家讲 下周有很多的银行股啊 或者一些季报 中大公司的季报 纷纷出炉 所以下周的市场的重点 可能全部在美国公司的一个季报 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特别是美元的近期的贬值 无疑对美国公司的业绩的预期啊 有所提升 所以请大家呢 密切关注市场 可能会随业绩呢 出现巨大的波动 那么最后呢 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